下一位是工黨胡瑞珊小姐 主席、各位議員和政府代表 工黨今天希望就著人口政策和出入境安排提出意見 首先就著人口政策 我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爭取單程證的審批權 改變現在由內地主導的移民政策 雖然目前有一個所謂的計分制度 但實施的情況和個案平核的過程都欠缺透明度 不單止對申請人不公平 亦都是不理政府進行一些服務或者政策的規劃 而在爭取到單程證審批權之前 香港政府應該跟內地的一些相關部門 成立一個聯合的小組 容許申請人可以在過程中的問題 可以投訴或者上訴 由小組進行一些公平的調查 這樣才可以在透明的情況之下 讓這班內地的婦女可以申請來港 第二個是關於入境安排 香港政府應該以保障家庭團聚權利為一個優先的原則 延長一些單親家長在香港照顧子女商情證的簽證限期 方便他們照顧子女 長遠來說 是應該用回現有的成餘配額 協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單親家庭 譬如如如留女事故的情況 離意或是丈夫失蹤或死亡這些個案 有系統去輪候 而不是純粹著情去處理 中港家庭的產生是有它特殊的社會脈絡或因素 當中大部分內地的配偶都是婦女 是家庭的照顧者 他們有一些年幼在學的子女 政府不應該漠視他們作為一個照顧者的需要和貢獻 在出入境政策上 不合理地增加他們在照顧家庭上的負擔 尤其是這批單親媽媽 在短期雙程證的安排之下 是無法只去就業 居住權亦得不到保障 作為媽媽是無法只親手照顧自己的子女 這件事令他們感到非常之心痛和遺憾 香港政府經常用假結婚這些理由 去拒絕為內地的單親媽媽設立來港的渠道 我覺得這一個說法的根績是完全難以服眾 因為如果假結婚的話 就不會連子女都生了 既然連子女都生了 真是弄假成真的了 如果一旦離婚 那這幫單親的媽媽 就不可以照顧自己的子女的話 根本就是恐嚇他們 或者懲罰他們 令到很多可能受到 好像劉女士那樣受到虐待 受到壓迫的一些婦女 她為了保障自己 可以繼續照顧自己的子女 不敢出聲 是繼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影響的話 根本就是政府用他們的政策 去剝奪了婦女的自主 是加劇了中港家庭裏面 性別權力不平均的問題 最後我很希望 政府詳細地去研究 我們提出的五個範疇的問題 多些去聽社群和民間團體的意見 而不是純粹安排一次公聽就算 多謝胡小姐